加重酒驾惩罚将在3月31号实施 而花莲的警方为了能够使宣导更接地气 特别邀请了之前拍摄农机具交通安全宣导短片的 卓西分住所女警廖佩文录制了广播池 并且和各乡镇公所清洁队合作 希望借由垃圾车穿梭大街小巷的特性 和各乡镇村里清运的同时播放相关的法令 宣导民众知道 使得宣导的效果能够事半功倍 垃圾车经过不过仔细一听 不是我们熟悉的贝多芬名曲给爱丽丝 是女警的温柔宣导 并且是针对这次酒驾新法 道路中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 加重酒驾惩罚并将在今年的3月31号实施 特别请来声音甜美的女警廖佩文录制宣导的语音 并且拜托南区三乡镇清洁队合作 以垃圾车上的扩音器来协助巡回广播 加深民众对修正条文的印象 3月31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及第35之一条 有关酒驾部分修正施行 本次修法内容包括 累犯认定延长为10年 必得公布其姓名、照片及违法事实 这次酒驾重罚增修重点包含 酒驾累犯认定延长为10年 并得公布其姓名、照片及违规事实 另外设犯酒驾公共危险罪同车乘客 罚缓增加到6000至15000元 而因装酒精所谓装 处罚罚缓6万到12万元 本分局特别录制广播池 并协调各乡镇公所清洁队 于自行清晕任务时协助播放 希望借由更接规器的宣导方式 融入民众生活 强化宣导效果 最后宣导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民众酒后绝对不可以自行驾驶自小客车 骑乘摩托车或者是慢车、电动车 搅踏车 请务必找代驾 亲友接送或搭乘继承车返家 切勿害人又害己 为了确保无人酒驾临伤亡 预理分局会持续透过宣导 以及取缔并行方式 建立行车安全交通环境 以保障民众的生命安全 记者高双双 玉璃镇采访报道